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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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賽勞工努力向前衝刺 現場加油聲四起 場面相當熱鬧 南投縣104年勞工運動大會 日前在南投高中盛大舉辦 多位議員都到場共襄盛舉 議員賴雁雪期盼藉由這次活動 鼓勵勞工朋友從事健康的休閒運動 我們也希望說今天透過這個運動會 讓我們的勞工朋友能夠建立一個 很好的一個平台互相的來切磋 透過運動會增長我們的身體健康 讓我們體力更好 未來在職場上才能夠 有好的體力衝我們的一個經濟未來 議員張維華張志明 長期關心縣內的職場與勞工議題 除了感謝勞工朋友的付出之外 也鼓勵更多在外地的青年族群 能返向為南投縣的觀光經濟發展共同努力 我們對這個市的勞工非常重視 以以後有任何的需要 在這個勞工上面 都可以來我們縣政府 來我們議會 來這個看有什麼需要幫助的來幫忙 讓我們的勞工朋友 在我們這款裡面 講現越大 我願望說 大陸市的孩子 如果你們在大陸市 沒有孫的時候 請你用勞工的新聞 還要把我們農業到三天 每個勞工就像是螺絲釘 微小卻不可或缺 透過勞工運動會的出位競賽 讓參賽選手有機會火落筋骨 我們每一個工作 跟我們先一個勞師一樣 每一個勞師都要做完 平常的時候 認真工作 如果今天運動的時候 放下心情 放下工作 要用心來運動 多位議員也表示 今年縣府社會處 已經更名為社會及勞動處 希望相關單位能夠增加 對於勞工權益的重視 強化各項勞工與勞動的業務工作 民藝新聞洪家燕林佳惠 南投採訪報導